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具体审计计划 具体审计计划当然更加具体 所以需要在后续各章中 其实展开进行说明的 就是具体审计计划的落实实施 甚至包括具体审计计划的设计都在后面 这个像第十一章会讲 存货键盘计划 不就是讲具体审计计划的设计 当然更会讲具体审计计划的实施 简单来说往后其实都在讲 一个一个的具体审计计划 这地方讲的是框架 尽管是框架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具体审计计划 比总体审计策略 在过去各年里面更爱考试 因为它更专业 具体审计计划首先说核心是谁 是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关于范围的决策 听见了吧 就是审计程序性质时间安排范围 核心是审计程序 那审计程序又包括哪些呢 审计程序又包括风险评估程序 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和其他审计程序 这三种程序是应当包括 换句话说缺一不可 这要考选择体是非常好的素材 像核心可以考单选题 那么像应当包括的三种程序 可以是多选题 因为它性质要求是必须包括 这些审计程序里边当然有针对交易的余额的 也有针对披露的 针对交易余额的一般会讲得非常细 比如关于营业收入或者销售收入的这种审计程序 第九章会展开说明特别详细 但是呢对于披露 我们知道教材里边没有哪一章专门是讲披露的 其实披露也无处不在 各个项目在一定情况都可能需要披露 但是找不着一个地方对于披露吗 专门在讲没有这样的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节在这他强调 涉及到披露的程序 可能更加特殊 因为它可能不是那么有规律的 不是那个邮政到账再到表 什么汇总等等有一套 这个一项教材上告诉我们的 鉴于披露中包困的信息范围较广 它可能是诉讼的 未决诉讼的 什么进展说明的等等 细节较多 所以当计划的风险评估程序 和进一步审计程序与披露相关时 确定这些程序的 就是与披露相关的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范围就十分重要 这是要与披露相关 进一步来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至关重要 为什么十分重要呢 因为它可能不走常规路 某些披露可能包含 从总账和明晰帐之外的 其他途径获取的信息 它并不是说总账明晰帐 然后里面有些问题进行说明 它可能跟那有无关 就是得来的某种渠道 得来的一些可以需要披露的信息 这也可能影响风险评估结果 以及为应对各种风险 实施的这个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所以这个不要忘掉 它强调一下 那么因为它考得比较厉害 考得比较密集 所以我通过一张表 把这个审计程序 给大家归纳归纳 首先我们知道 审计程序应当包含三种 就是风险评估程序 还有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还有其他审计程序 这三种要知道 那风险评估程序又包括什么 这是这一章并不讲 第七章第二节会讲 那我们就提前预告 风险评估程序 包括询问分析观察和检查 这是三种程序 观察和检查是结合起来的 询问分析观察和检查 那么进一步审计程序 其实具体来说就两种 一种叫控制测试 一种叫实质性程序 这个实质性程序 当然可以针对交易余额等等 进行细节测试 也可以做实质性分析 控制测试呢 就是测试并评价内部控制 它的执行效果 能不能被利用 从这你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当今的风险导向审计 我们都知道是从制度基础 审计发展过来的 其实这个发展 对于实质性程序来说 并没有多大发展 还是那些程序 这个制度基础到风险导向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 原来呢 我们确定重点领域 就靠的是控制测试 现在的话呢 除了内部控制 还包括了解被人们的 其他的环境 包括六个方面 但是真正的进一步程序 其实还是原来的控制测试 所以实质性程序 从制度基础 审计的风险导向 没什么变化 变化的就是原来制度基础 审计就靠控制测试 现在除了控制测试 还有些其他的 但在程序方面 不还是在控制测试吗 也没增加别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变化 可以说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变化 或者流程上的变化 技术方法上 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待发展吧 所以真正的具体程序就两种 一个测试评价内部控制 一个呢 是对交易余额进行审计 但是这两种 看以哪一种为主 哪一种为辅 又派送出别的概念 什么概念 总体方案的概念 大家看总体方案这个部分 如果在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中 以控制测试为主 进行审计 那我们叫做综合性方案 说我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采取什么方案 采取综合性方案 对了 控制测试为主 实质性程序为辅 那么注意 只是为辅 实质性程序是永远不可以没有的 可以少 不能少到零 那么如果我在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中 以实质性程序为主 控制测试为辅 那这种进一步程序的总体方案 就叫做实质性方案 所以它的本质还是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只不过谁多谁少 控制测试多了 就综合性方案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当然都喜欢综合性方案 因为综合性方案 这个效率高 省时省力 控制测试比实质性程序要简单的多 实质性程序可以说是 叫什么呢 池子里面鱼 鱼在水池里面游 那么控制测试 叫做蜻蜓点水 根本不进来水 简单的多 这个省时省力 所以目前都喜欢以控制测试为主 但是有的时候控制 内部控制 设计的不合理 或者执行的效果不行 那享用也用不着 对吧 或者法律法会要求 必须做实质性程序 但你就不能不做 对吧 好了 这些罗里巴说这些话 就可以变成很多的题 所谓进一步程序的总体方案 包括综合性方案 实质性方案 就这两种方案 对吧 好 实质性程序 当然包括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 这个咱们在后面再说了 不过呢 简单介绍一下 有些工学说 哎呀老说控制测试 细节测试到底什么意思 控制测试细节测试 其实从方法上来说 可能都包括询问 观察 检查 但是它的内容 对象不一样 这控制测试中用的 询问观察 检查等等 针对的是内部控制的 询问观察检查 细节测试中的 询问观察检查 针对的是交易余额 我检查你的余额 对不对 询问这个余额从哪来的 有没有具体什么什么 准备了什么之类的 问的是这些东西 那就叫细节测试 如果问内部控制 对吧 执行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例外 有没有不准寻的 这个效果怎么样 问问一些相关经属人 这些那就叫控制测试 技术手段上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只不过就是对象不一样 至于实质型程序里面的 细节测试和实质型分析 我挡个比方来说 只要是实质型程序 都是针对交易余额披露 那么细节测试 可以说是一笔一笔的差 实质型分析呢 是一批一批的差 是批处理 他们都是针对交易余额 不是针对内控 当然了 你说针对交易余额 在询问观察检查的时候 顺便先问问控制测试 不也可以吗 内部控制情况也可以问 对吧 谁拦着说今天必须问这个 明天必须问那个 所以实际上控制测试 实质型程序 其实是交替进行的 是交替进行的 好了 至于其他审计程序里面 这个有些讲 有些不讲 比如我们教材是讲舞弊程序的 13章就在讲 持续经营17章 第三节也会讲 法律法规13章第二节讲 关联方17章第二节讲 但是环境是像电子商务呢 审计教材还找不着 不可能都讲到 上百个准则 从哪都讲去 一年也讲不完了 代表性的讲一讲 但是从法规来说 什么叫其他程序 除了风险评估程序 和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外 其他都叫其他审计程序 好了 就这张表 你可别看 没有多少字 但是信息含量非常丰富 可以出好多年提的 好 这以上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这个审计过程中 对计划的更改 我们这一节一开始就说了 计划审计工作 是一个持续的工作过程 从头到尾 连续不断 循环往复 过了计划阶段以后 可要修改计划 修改不是必须的 但是必须要考虑要不要修改 而且通常都是要修改的 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同学可能都有感受 做任何一件事情 学习也好 生活也好 原来有个计划 在实际工作中 实际执行过程中 总是可能有这样那样的 没想到的事项 这太正常了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计划定的总是赶不上变化 永远赶不上变化 你那是一种预测 对吧 对工作一种预测 预测能那么准吗 你想想是不是 好 所以这再次强调计划审计工作 它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时钟 大概定一个 然后要去执行 执行不行就修改 修改完了再执行 对吧 就是这样的 那么一旦计划被修改 被更新 那就应当对审计工作 进行相应的修正 你必须按计划做 计划可以改 在改了以后 得按计划来 对吧 执行的工作 只要是实际执行的工作 一定是按照计划来的 哪怕这个计划是修改过的 必须按照计划来的 不能说计划没定 就先怎么创新一下 做一下 然后再修改计划 那你那不叫计划 那你那叫工作记录 你知道吧 是吧 所以应当 对审计工作 进行相应的修正 也应当在审计工作 计划中记录 做出的重大修改 这些理由 大家注意 重大修改 不光要写上修改的结论 说把什么改成什么什么 而且要写理由 考过好多次简答题 包括第六章的一些简答题 工作记录 这个重要性做了个修改 然后化掉原来的那个重要性 把它改为什么什么 好就完了 就做这么个记录 这是记录了结论 这可是没有记录理由的 要把理由写上 尤其是重大职业判断 对吧 因为职业判断本来就是 按规定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 需要你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如果不记理由的话 那你将会怎么样呢 你将会为所欲为 想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现在给你 对吧 灵活的自由变通的一个机会 一个权利 但是你必须记下来 你的理由 记下来的理由 一定要跟 要经对起时间的检验 经对起别人的 这个这个吹毛求刺 或者经对起上方的检查 这实际上是一种制约 对自由采量权的一种制约 也是对审计的一个保证 这个在第六章还会讲 这短短几句话 我们必须来一个部分 因为对于计划的更改 它是个常态 是很重视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就这么一页 就这么几句话 它可能出现在选择题里面 某一句话 ABCD某一个选项 哪去 对吧 好 第四个部分 叫指导监督复核 这个说谁呢 这个项目合伙人 制定了总体审计策略 当然他也要制定具体审计计划 定完了以后 你不能就是杀手不管 对吧 由项目组就执行 然后这个工作提高 拿回来以后 我汇总一下 我出一个审计一件等等 没那么简单 项目合伙人可能不出外勤 当然有的时候也必须出的 但是你对你项目组的成员的指导监督复核 这是你的责任 他们干错了 你要承担 那这个指导监督复核 必须落实到计划中 不能说我看情况 该怎么指导到监督的复核 我就怎么进行指导监督复核 不 要落实到书面上 体现在审计计划中 以便经受得起有关方面的检查 所以柱特会是应当制定计划 对项目组成员的指导监督 这个一起工作的性质 复合的性质 这个时间范围等等进行安排 制定计划 就计划里面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 就是指导监督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性质时间安排范围 始终挂的随便 这是一个组合的一组名称 但是这体现了注册会计师工作的严谨性 干什么事情 他得要问三位 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 做多少 这就跟两个人 有时候在路上可能随便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聚一聚 这就是日常的对话 那如果是审计的话 可能你都遇到一个注册会计师 你说什么时候咱俩聚一聚 那些注册会计师马上得回头 你先别走 怎么聚 是吃饭的还是看电影 什么时间聚 然后多长时间 对吧 下午五点 然后在一起 我们待半个小时 还是四十五分钟 我后面可还有事的 注册会计师就这么认真 我这个当然是开个玩笑 对吧 他就说呢 为什么老把这个性质时间安排范围挂在嘴上 就是他做事极端认真 这就审计这门课 你觉得别扭 就别扭的 他的风格就是特别特别认真 那么项目中成员的 我们他的指导了监督了 以及复合的性质时间安排范围 到底取决于什么 注意这是个职业判断 那你看着办 你不能说了算 你看着什么办 你得看着我的因素办 你在决定你的指导 监督复合等等 那个性质时间安排范围等等的时候 你得考虑被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你得考虑审计领域 你得考虑评估的重大特别风险 你得考虑你项目的成员的专业素质和胜任能力 公司的被审单位的规模越大 复杂程度越高 你得越多的做指导监督复合 对吧 越是重点审计领域 越是高风险领域 越得多做 越得强化你的指导监督复合 当然了 越是这个专业素质 胜任能力 第一 越得进行指导监督复合 当然这个第一 可有陷阱 这个项目的成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那是必须够的 如果不足 你就让他职业 或者他的能力 对他的工作来说 能力不足 那你是违反职业道德首责的 夸张一点 你是犯法的 真的是犯法的 所以这个地方说 越低越要指导监督复合 指的是在合格的基础上 越低 能力在够的情况下越低 当然越多的做指导监督复合 当然能力越高 指导监督复合的力度可以弱一些 好 这四条考过吗 考过好多年了 同学们 什么时候呢 我告诉大家 2009年考过 都12年了 知道吧 但是随时他可以考 随时可以考 所以你还真得注意 那为什么考的少 我个人呢 有些看法 因为 这个每一个考点 这个都摆在那儿 哪年要考 哪年要不考 做老师的 当然 对吧 是要研究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个东西考的 那个周期那么长呢 因为谁对项目的成员 进行指导监督复合 是项目合伙人 而我们这个考试 为了培养的是项目的成员 就是你刚过来到事务所做助理 培养的这些人 这些人接受不到 指导监督复合的事 要想 在事务所能达到 进行指导监督复合的话 你得是项目合伙人才行 我们考试不是培养这样的人 培养的是一线工作的助理人员 所以他考的少 但他愿意考也可以 是不是 好 下面有个补充说明 主打官司在 应当在评估重大突破风险的基础上 计划对项目的成员 进行指导监督复合的 性质时间安排范围 就是 因为指导监督复合 不是要考虑重大突破风险吗 所以很自然是在 重大突破风险的基础上来 对于指导监督复合做规划 这个没问题 当评估的重大突破风险增加 就是风险较高的时候 通常会扩大 指导和监督的范围 增强指导与监督的及时性 执行更详细的复合工作 对于复合不是复大 是更详细 注意他的用词 在计划复合的性质时间安排范围时 注册会是还应当考虑单个项目的成员的 专业素质 就是一对一进行指导监督复合 当然也有那种批处理的 批量的指导监督复合的 就召开会议呗 整个讲一讲呗 对吧 有的时候呢 要学单个项目的成员 所以指导监督复合 可以说无微不至 落实到人 注意 下面我们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说下面有关计划审计工作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那就大了 计划审计工作 对吧 这个可以说整个第二节都是 对吧 A在制定总级审计策略时 应当考虑初步业务活动的结果 是要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初步业务活动在前 制定总级审计策略在后 在谁之前谁之后 在业务未定数之前 业务未定数之后 所以先做了初步业务活动 然后再签约再做总级审计策略 对吧 那既然在前边了 而且前边 这个初步业务活动里边 开展的一些活动 包括专业顺人能力 什么诚信等等 它都是 制定总级审计策略 是应该考虑的事项 所以这个对 逻辑关系上没问题 B 注册会计是在 这个制定的具体审计计计划 应当包括风险评估程序 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审计程序 没某名 说的清清楚楚的 是原话 准则规定 C 注册或计是在制定 审计计划时 应当确定对项目都成员的工作 进行复合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有这话吗 刚刚讲过 是有这话的 都对 那要找错误的事 可能就是D了 D 说具体审计计划通常不影响总体审计策略 这个话呢 就不对了 因为他前面强调的是 一个总体策略 一个具体计划 对吧 这个两个任何一个都可能影响其他 影响另外一个 但是他这个话又没有说绝 说通常不影响 他要说不影响 绝对就错 又说通常不影响 其实也不见得就明显错 那他怎么就错了呢 他就错得他生不逢时 在这四个选项中 ABC没毛病 D呢 是有瑕疵的 所以D就这么稀里糊涂错了 就这么错了 好 所以这叫你学会审计 学懂了 那做题 它是另外一套 有国际 对吧 所以要重视我们的习题班 因为你考试通过做题 对吧 不是通过阅读考的 跟你讲 好了 这个答案呢 当然就是第一选项 这个 至于解析呢 那我们都是远的话 对吧 这种考原委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摘录一下 教授哪句话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以上 就是我们对 这个第二章 第二节的 做的一个介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